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联储最新一次的利率会议上不出大家所意料 美联储再次宣布加息25个基点 将美元的官方利率拉升至5.25%至5.5% 这也是美元在过去22年中最高的利息 甚至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但是在加息之后 美国的股市或者说美元的表现并没有出现 原本像经济学书本上所写出的标准规律 就是正常说利息上涨之后 股市按理说应该下跌 货币就应该是上涨 那么情况却是恰恰相反 在上周美联储宣布了加息决定之后 美国的股市和美元走出了和书本上完全相反的走势 也就是股市是上涨的 美元却是走弱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难道说是书本写错了吗 当然不是 那么难道说是市场错了吗 也不是其实答案简单一句话就是 知识我们要融会贯通 不能靠背一条或者是两条书本知识就认死里 利息上涨货币增值它本身的逻辑是不错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利息上涨并不是说它自己和自己相比 而是本国货币和其他国家货币相比来说的利率上涨的绝对值 比如美元一共加息如果是5%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欧元或者日元同一时期加息只有3% 那么毫无疑问美元在这个时期里面总体走势就会强过欧元和其他货币 但如果欧元加息是3% 但是另一方面英镑的加息是4% 那么欧元对比英镑 不考虑其他因素 在这两个货币之间 英镑的价值就会上涨 欧元则会相对于英镑来贬值 所以我们说一个货币的加息幅度或者是加息次数 一定要和其他货币相比 而不是自己和自己比 第二我们都知道股市里面的每一天股票交易的买卖成交价格 都是由买家和卖家达成价格一致才会成交 而如果股市整体上涨 那就说明买家是多于了卖家 但是更说明一点就是投资者是判断 我现在买入这个公司或者股票 未来还是可以赚钱 他才敢于在现在的价格买入 所以只要有一个自由买卖的产品 其价格就代表着投资者对于这个产品未来的预期 注意这里用词是未来 不是过去 不是现在 而是对于未来的一个预判 所以说 现在我们来做一道简单的问答题 就是按照上面我说到的两个推测的原理 现在美联储加息之后 美元反而下跌 美股反而上涨 从这两个现象中 我们可以推导出来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投资者觉得美元对于其他货币在未来的加息次数 可能会比其他货币少 所以美元才会现在就开始走弱 同样投资者也是判断或者是猜测 美元将会于提早其他货币开始降息 也就意味着将会提早于其他国家开始利好股市 所以说现在的美国股市才会出现上涨 显然资本市场对于美国潜在的美元最高利率的峰值 正在形成一个相对的统一的判断 就是现在正如美联储公布的点证图一样 美元利息的峰值可能是在5.5%到5.75% 那么按照目前的时间轨迹来推断 大家猜测 美联储可能会在9月20号完成最后一次加息 那么一旦美国率先开始停止加息 也就意味着美联储认为美国的通胀已经可以得到控制 未来不需要再加息 它自己物价也会下降 那么这个判断对于市场和投资者来说 就意味着疫情之后 这场肆虐了全球的恶性通胀 和美国过去30年最快的加息周期 可能将会要结束 好了 假设这一切都跟大家想的一样 我们说冬天即将过去 那是不是意味着春天就要来了呢 其实对于美国和和美元经济和货币政策 绑定比较深的那几个国家来说 像加拿大啊 英国啊 像这个澳大利亚也算 包括像新西兰等等这些国家来说 不需要等到美元降息 其实只要等到它不再加息 就基本意味着股市的大方向开始向利好方向转 那么等到美元真正开始降的时候 那其实就意味着利好的进一步放大 但是我们还是要记得 就在几个月之前 澳联储还说 如果澳洲的失业率不达到 它指定的要求 那么澳洲的加息是不会停的 而它的要求是澳洲的失业率 必须达到4.5%的目标 才意味着物价可能会得到控制 但是失业率达到4.5% 就意味着经济有可能短期会陷入衰退 那既然都是要衰退了 为什么说股市还能利好 那么现在说到这个逻辑有点复杂 但是基本上来说 经济和股市长期是一致的 但是在短期 也就是三到六个月时间内 是可以走出不同的走势 也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知道股市会走在经济表现之前 因为通常股市所代表的是投资者 也就是市场里的买家和卖家 对于整个经济和公司 未来的判断不是现在 比如在去年刚开始加息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 未来什么时候是个头 所以当时即便是经济的数据都很好 但是股市依然下跌很快 尤其是90月份 那么所以同样的 如果大家觉得 未来澳洲也好 美国也好 他们要开始宽松政策 开始降息了 也就是说有利于消费者 也有利于商家的贷款 还款的利息会少 那么即便在当时的经济数据 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依然不会阻止股市的上涨 如果你觉得这个太麻烦 记不住 就简单记住一句话 就是股市也好 汇市也罢 黄金石油也都是一样 只要是通过买家和卖家 自由买卖交易的产品 其价格都代表着双方对于一个未来的判断和预测 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 未来的事还没有发生 但是这些预判是在短期内 可以不考虑当下的经济情况 所以最后总结来说 如果美国那边开始停止加息 这个消息开始确认了 那就意味着 股市的利好将会越来越大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三连关注 我是麦克 下期节目 再见